行 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 那我有个小建议 什么建议你说 让田冲公文一起管理公司好不好 可以啊 可以可以 让他辅佐你 这怎么可能呢 他的工作能力 他的资质 想尽我们公司差的太远 他的能力绝对是在我之上的 他的才华我早就赏识过了 贴贴小广告 做点违法乱记的事情 你妈的脸面 在城管早就被他丢进了 妈 您真不应该瞧不起田冲 其实他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 我进公司以后 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他帮我做的 您信吗 你肯定不信 但事实上 真的都是他帮我做的 田冲是个特别有才华的人 他才是可以接管公司 把公司发扬光大的人选 我进公司之后什么都没有做过 全是他在帮我做 他有技术 懂业务 这么能干的一个人 为什么一定在家里待着呢 今天把这些话都说出来 我心里舒服多了 其实一直以来是田冲 让我瞒着你们的 妈 他是我老公 他什么样我最清楚 你们看不到他的长处 不代表他就没有长处啊 你们想象不出来 一个这么有才华的人 他天天在家里面窝着 是一种什么感受 白天要做家务活 晚上熬夜替我做设计 还要劝我 跟他一起瞒着你们 让你们高兴 把所有委屈 全部咽到自己肚子里边 这样的一个人 还有什么不能信任的 一直以来 我觉得是我在拖累他 我觉得可对不起他了 妈 如果田冲不去 我们公司的话 那是我们公司 最大的损失 如果你坚持不让他去公司 那我这个摆设 完全没有去公司的必要 我说完了 吓死我了你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老婆 怎么了 我什么都跟我们来说了 别吃过了生气了 好 来 小花呀 说话冲 回头那我好好说说他 凡事啊 还是得往好里边去想 这明明都是田冲的主意 我最担心的就是 家里的事情 要坏在他的手里 你现在我现在担心什么 它就发生什么 这次中慧 好不容易在公司里 做了点成绩出来 他就安耐不住了 他是想利用中慧 来给我压力 你想多了 自家的女婿 不至于那样 他呀 我告诉你吧 什么本事都没有 找不到工作 又挣不到钱 他要改变他的现状 就只有靠中慧 但他也知道 我不会让他到公司 去工作的 现在 中慧在公司里露脸了 他一定会利用这次机会 这是我早就料到的 没想到他会来得这么快 可是你也没想过呢 如果说小慧说的话 都是实情的话 他的工作是由女婿 帮他完成的 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你信吗 我根本不相信 这么完美的设计 出自于他的手 上东国际这个项目 那是终会一口气叹下来 那时候的设计理念 完全是在他一个人的脑海里头 一个失业 落魄 面临着生存危机的人 能做出这么完美的设计 笑话 天大的笑话 卫红 我觉得你对田冲啊 有成见 他都做了我们家的女婿了 我凭什么对他有成见 我天天把不得他好 但是我现在不管 用我的哪一只眼睛看他 我怎么就看不出 他半点好来 我看到的都是那些麻烦事情 所以你说 你对他还是有成见 而且成见太深 卫红 我建议你啊 换一个思路去考虑一下 小卫刚才说的那些话 你看 他两次让你对他刮目相看 你丝毫就没有察觉到 这其中的问题吗 你说什么问题 他的工作 都是在这个家里完成的 我要是你啊 我倒是相信 那份设计很有可能 出自于你女婿之手 事情没被小卫捅出来之前呢 我只是个怀疑 可是卫红啊 你想 我一直待在家里啊 我现在可以证实 我当初对他们的判断 是正确的 那我就更得小心他 你说他的目的多么明显啊 他既然帮了中货 为什么要说破 既然说破了 那无非就是那个目的 想进我们公司 那我告诉他 我不会给他有任何机会 你何必对他这么防范了 我怎么能不防范呢 财富对人的诱惑 有多大呀 有时候我轻轻在他面前 都变得不堪一击 小琴啊 你去看看 中货他们起来了没有 让他们赶紧下来吃饭 好 我这就去 老周啊 咱们吃咱们的 他是在跟咱们较劲 不理他 姐姐 姐夫 叔叔叫你们下去吃早饭了 小琴啊 你跟叔叔阿姨说一声 我们马上下去啊 别着急啊 哦 知道了 他们现在也是 有小家庭的人了 有什么事啊 大家好商量 何必要搞成这个样子呢 你快吃吧 粥都是凉的了 孩子们的事情 你别操心 有我在 我看他们俩 成什么大事 我就不信 我说起来吧 醒了你还躺着干嘛 爸妈在你也躺着呢 快起来吧 好不好 起来了 好不好 你干嘛呀这是 叫什么劲呢 昨天晚上一宿跟你都白说了是怎么着 我说不进这个公司 我就不进 我有我自己的事要做 你干嘛非得让我进呢 好了好了好了 别闹 先起来 好歹把饭吃了 听话起来了 不上来了 你不懂事了啊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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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下去了 你也赶紧的 妈 爸 喂 醒花呢 她今天早上有点着凉 就先不下来了 一会儿我把饭给她端上去 着凉 那该打针打针 该吃药吃药啊 我看她得的是心病吧 她既然愿意在家里躺着 那就让她躺着 哎呀 总有躺不住的时候 谁没个头疼脑热的时候呀 这不舒服就不舒服 多余的话少说 天冲 赶紧坐下来吃饭 天冲 你给我记住了 不管中会这么胡闹下去 我都不会同意你进我们公司的 你放心吧 我 我不会进的 这辈子也不会进的 最好如此 那老周 我现在马上就要去公司了 既然你女儿给我撂摊子了 那我必须要找个别人 给她顶上 我不可能因为她 而停止公司的运转 好好好 你快去吧 不要太操劳 天冲 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在你这儿再求证一下 天冲 天冲 他现在做的设计 是不是正如他所说 都是你在帮着做的 我想在你嘴里 听到的是实话 我只不过是把他的想法变成了设计 好 喂 天冲 坐一会儿吃 天冲 你妈现在可能是到了更年期 她性格变得很古怪 她们娘儿俩都是鸡脾气 不过我觉得你做到这一步 已经很不容易了 天冲 有什么事啊 别往心里去 可以跟我聊聊 天冲啊 为了这个家 受点委屈算什么呀 谁让咱们是男人 你说什么事 高兴点